Nee hello大家好我是maiyou 今天呢我就請到 下壇 來分享一下 很多人都有頻道想知道多一點的 波鞋 雖然呢我是很喜歡穿不到的波鞋 但是呢我對波鞋認識一定是不夠他們的 所以呢很想今天請到它來 給大家一些知識 我uncle x 因為很喜歡買東西 你見不知是我們第一雙 說的波鞋是原來自哪一個波鞋 拿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他帶了很多球鞋來的 大家看看 這對 我記得當初 有一次告訴我 他很喜歡很多顏色的球鞋 我記得了 我先說一下我買球鞋的習慣 除非是朋友的店舖有賣 就可以不用抽籤了 但是我從來都不會和大家爭 要入會 電話 地址 然後再抽籤 等電郵 我是從來都不做 因為我身邊太多男生朋友 然後他們全部都說 是假的 你全部一次抽到的 沒有人抽到過 我覺得已經浪費了算了 如果我有些顏色我真的很想要 那我還是會上StockX買的 那StockX是什麼呢 講一下 StockX就是一個平台 給大家可以買和賣 當你如果很想買一些球鞋 你可以在上面找 有不同的價格 你可以用你心儀的價格下標 可能有銷售會賣給你 或者你看到原來那個 Listing price是對的 兩千多元三千元 我喜歡買 立即可以Buy it now 當你有東西想買的話 你也可以做同一個動作 整個平台買的都是 新和真夕普 或者再簡單一點來說 如果你想有一雙很想要的球鞋 在街上買不到的 你就可以去StockX買 但它貴可能是 比原價貴的 但是StockX有的款式 你一定走到銅鑼灣 旺角是買不到的款式 還有現在有一個重點 這幾年開始 難買到的球鞋實在太多 對對都好像很難買 每個Cross Offer都買不到 你也可以買一些 周圍都有的款式 它都有的 你不會吧 你去StockX當然是買不到 特別版的 你是怎樣開始喜歡球鞋的 其實我出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有200隻腳 所以就過賣了 因為Jordan開始 就買很多不同顏色的球鞋 開始越買越多 你第一個入坑的就是Jordan Jordan 八代 All Star Form 1 計算到我多少歲了之後 那為什麼 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哪一年出了哪一款Jordan 然後我用那個配色 然後就這樣 你自己呢 我其實小時候都是Jordan 上課要穿白飯魚的 是啊 是啊 上課穿白飯魚 一放學馬上換回Jordan 拋回衣服 立刻不能休閒 不能休閒 後天拆了它 再把校章 你會不會有萬多元買一雙球鞋 以前沒有的 現在反而有 以前是覺得 2000-3000元很貴的 是啊 但現在跳到已經說 你只是Java Scott 和Jordan 你沒有一萬元 你會贏了 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剛剛在Slock X 選出來的 哇 零 有顆零魔在 看看 我覺得Dunk是不得了 舒服 不穿 我一開始是有點怕穿Jordan 為什麼 高筒 我又不是高 感覺比較矮 但是 我覺得它已經開始漂亮 就算不喜歡球鞋的人 都會覺得很漂亮 The Last Dance 出了之後 球鞋 Card Trading Cards Poster 全部都炒了 我哥哥很喜歡存在Jodden的卡 卡 我們以前是坐在卡譜 逐包逐包撕 我有些朋友 是普通常常人不要 只是存那些簽名 閃 你也有存的 我有存的 炒十幾萬張卡 剛剛最近有一個是百多萬 Pokemon那些是三十幾萬 我知道 Pokemon都炒 如果大家是新入手的話 StockX也有新卡 不是我兒子 其他木叫我 爸爸我很喜歡這個卡 我怎麼抽給他 哈哈哈哈 賣血都賣 深血 深色貨 我覺得挺好的 現在大家都有不同的儲的習慣 儲衣 有些人儲錢 不過 哈哈哈哈 我們就儲在很漂亮的東西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就是 我不是很喜歡的人賣這些不穿 所以全部都有味道 是OK的 那雙沒有的 因為那雙未知怎樣是鴛鴦 我有個壞習慣 永遠都是鴛鴦波鞋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 每一次出街穿鞋 一定是鴛鴦的 嗯 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個習慣 十幾歲 懶得要表奇立二 我不是高 還有我又不是帥 我想別人能認得我 記不到我的樣子只能認到一雙鞋 穿鴦鞋 我平常出街這樣 有時候 摘下頭 人都會 喂阿彈 怎麼了 就是這樣 所以就開始了做這件事 而且我又覺得 鴛鴦不可以亂來 這個顏色 要配合的 你不可以一對Jordan 一對Easy 要同款系列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 是普通紅色黑色 其實這裡是Girls Don't Cry 這個就是Wasted You 兩個都是來自同一個設計員 Ferdy 而怎樣可以鴛了它 其實有些人都會說 神經病 這裡是紅色的 我用一個紅色鞋帶 去配合旁邊的紅色 那他想了一些細節 懶得好像有一個故事 那我有個問題 那另外兩隻呢 在博物館 在家 那兩雙穿不穿的 其實原本的概念 是打算穿殘了這雙之後 那我就穿穿另一雙 但是沒有機會 你家裡一半的鞋都是全身 我都在想怎樣搞的 只買一隻 或者說不給它們 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鴛鴦 近年我有一個鴛鴦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這雙是Claude的Jordan 十三代 是兵馬俑 史上第一個華人單位 可以跟Jordan Brand合作 是Hazy的 所以這雙一定要有 然後出完十三代出什麼呢 出了十四代 都是兵馬俑 哦 對呀 拍完十三代和十四代就是怎樣 拍 一三一四 雪櫃冷笑話 OK OK 我喜歡一生一世的鞋 介紹一下你其他鞋 其他鞋我覺得要 我想說一下 Easy Formrunner 其實用來跑步不是吧 不行不行 其實有些人覺得它 哇 像一隻恐龍一樣的鞋 這雙鞋其實整雙都是來自膠 其實大家如果有知道 用膠做鞋的有角色 Easy其實是把膠鞋 基本上是發揚光大的 怎麼可以用一個trend的角度 去做一雙這麼奇怪 一穿上具原來很有型的一雙鞋 出來不簡單 他的團隊厲害 Donda旗下 Jerry Lorenzo Math Williams 全部的品牌已經出了一雙膠鞋 接下來 Salehie Vanbury 即Versage的Sneaker Designer 又跟Proxy出了一雙Frossover 都是膠鞋 接下來我覺得都會很大趨勢 因為價格便宜 平時你買一雙膠鞋 可能都要千千千 但這雙幾百元搞定 他曾經在一個面試中說過 我要全部人都穿到我Easy 我這件也是 這件是Easy Easy跟Gap 合作六百多元 它的顏色很壞 很多時候出完一次 又不出第二次 這個紅色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不就是因為它是Easy的Red 另外有對你說很喜歡的Marble 它是Marble的顏色 雲石 也很漂亮 我這隻很漂亮 我也想買 但是也很厲害 那些是怎樣 要進去Adidas抽的 是不是平時也是 大家現在很多時候買一雙鞋 都是來自三人的 要是你抽 要是找朋友去排隊 要是StockX StockX在最下面的APP 它有一個Releasing Calendar upcoming 我有時候都在那裡看 我經常都覺得 買球鞋 有所有的包裝 整套Complete Set 才是真的 有些人說 有認識朋友 有快貨 沒有盒子的 只有袋子入住 就小心一點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買那些 你都不知道是紛爭假 而且它一定貴一點 當你給幾千元 買了一雙原來是假的鞋子的時候 哇 那怎麼辦啊 很生氣的 敢不敢在其他地方買球鞋 敢不敢 在Nike買Adidas不敢 算貴啦 笑話 因為懶惰 而且我是晚上才購物 很少逛街買球鞋 所以都是上去StockX的 喝了少許酒精之後 就出事了 我整天都是這樣 下了個B 第二天起床 咦? 昨天下了個B 買了一雙鞋子 我想這裡也有兩三雙都是這樣 真的嗎 但是OK 你震慶經濟 剛才說到 那究竟在StockX買 怎樣知道是真的 StockX本身 他們自己有一個認證中心 在香港也是 在香港也是 當如果有一個交易 準備成立的話 Sella賣雙鞋給BIRE 我想買這雙JORDAN StockX的按按按按按 StockX就是這隻杯 我就會寄到StockX StockX就會檢查 StockX就會檢查 如果快起上來的話 整個Transaction可以是兩天完成的 如果你Drop Off 我想問 是不是要有人 Request買了你的鞋 你才Drop Off 如果我買完之後 他十點都不Stock 那我就要等 是否Cancel 你可以找其他BIRE 可以嗎? 我試過了 那個人忘記之後 不大 最糟糕是價格升了 我打算快手 這件衣服 這雙鞋 是3000元的 剛剛好價格開始升 YES 便宜了 誰知道那個人 三人忘記四天 Sorry,Transaction Cancel 現在的鞋子要到5000元了 有時候會出現這些 剛才都說 我是一個真實用家 真的都很快收到這雙鞋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些是會用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Nego和Virgil Ablo 那些新的Collection都有的 又幫你做Authenticator的動作 買的時候 不用你自己去罰 究竟真的還是假的 有錶 有Trading Cards 有Art Print 接下來越來越多 你想想你的袋這些 絕版了 如果真的要有Transaction 要交易的話 就要有人幫你忙 很感謝你今天分享很多關於波鞋的事情 因為你不說我是不會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不想排隊波鞋的話 就可以快點按下去 下載一個StockX的App 買鞋子吧 用你的帳戶還是我的帳戶? 用你的帳戶 Follow他的IG 然後StockX的IG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拜拜 可以請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 看看 我們下支影片 點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